并有五色光芒从笔端射出 接着在笔尖开放出一朵鲜艳的花朵 那只生花笔渐渐移动朝着它飘蓝而来 眼看那只光芒适色的生花妙笔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李白便伸手曲曲不觉惊醒 原来是黄粱一梦 梦醒之后李白反复回想梦中情景 诶 总想不出是什么地方 因此他决心遍法名山大川 寻找梦中仙境 后来李白运游到黄山 听到跟梦中那只生花笔最相似的场景 不觉 师生大叫 以前我梦中所见的生花具笔原来就在这 后来隐身有才华之人就叫做妙笔生花 那妙笔生花你可以画上一个 你觉得最漂亮的生花妙笔吗 你可以画一朵大红花 好 大火好熟气 你可以画一个玫瑰花 那生笔 妙笔生花 你可以说诗人李白 妙笔生花 才气恒意 好 这是一个妙笔生花的故事 那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作文 后面的作文大概是类似会有成语典故 会有一些古典文学 以及带小朋友去做一些阅读跟写作 那读完的看完老师这个小小网红系列 如果有兴趣做后面的作文的话呢 再订购 你会说 那要不要再订贩 那要不要再订负